欢迎收看谈古论经 华中医 在台湾有很多案例 可能很多人脸上都长满了 青春痘去检查之后 医生可能诊断出来 发现它是多囊性软巢的症候群 那什么是多囊性软巢症候群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徐慧音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他有什么样症状 中医又如何治疗 徐医师你好 你好 徐医师这个名词就是多囊性症候群 以前可能比较少听见 可是现在好像慢慢的越来越多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为什么脸上长动作去诊断 他会说他是多囊性软巢症候群呢 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是造成这样子的症状吗 其实中医没有多囊性软巢症候群 这个名字 但是在很多的古书上 有记载着香类菌的症状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多囊性软巢 在2003年欧洲跟美国的一些 妇科的一些专家 他们在荷兰的路特丹 就定下了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他提到了 第一个是慢性不排软 也就是说他可能慢慢的不排软 或者有排或者没排 那也因为不排软 所以他的月经就变得不规律 他可能不来 或者是来了滴滴答答不止 第二个呢 他的雄性激素呢 是高的 这个雄性激素高呢 就会导致 刚才您说的痘痘很多 或者是呢 毛多 身上的毛特别长 还有的有浮子 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还看到很多 在乳印上面有毛 在肚脐的下面 他有男性的阴毛的特征 我们女性的阴毛是导三角形 男性的阴毛呢 是菱形 就是从肚脐下面 还会往下长 那这个是男性荷尔蒙增高的一个特征 多男性暖潮的病人有很多 还有呢 他会熊腰腹背 就跟男性的身材是一样 对对对 这个肩膀会变宽 或者是像吃了很多的美国鲜蛋 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还有黑脊皮症 就是说在你的颈后啊 或身上 好像我们台湾人讲 生一生没有洗干净 就黑黑的 然后呢 洗是洗不掉的 还有呢 在超阴波呢 是可以看到 有多囊的现象 他在卵巢上呢 会有像十几颗像珍珠一样的 这个现象 在超阴波下是可以看到的 甚至于他下面有一层白膜 这样把它给遮盖 这个卵呢 就排不出来了 那么在当时的决定呢 是认为 这三项当中 只要具备有两项 必须排除 库星式症候权 这个库星式症候权 其实是指单纯的 男性荷尔蒙增高 这样子呢 我们就称它为之 多囊性卵巢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月经的状态 在我们从脑下垂体分分泌 然后分泌 μ基数 黄体基数 跟滤泡基数 使我们的卵泡逐渐成熟 到最后有一个优势的卵泡 它这个卵排出来 然后这里变成黄体 我们的月子宫的内膜 也因为这样子肥厚 而有所变化 因为这样剥落了 所以我们的月经 内膜剥落 就会流血 这就是我们月经的形成 是 大家从前面的那个图 就可以看到 我们每次的卵 再逐渐成熟 它是好几颗一起成熟 然后会有一个 优势卵泡出来 多囊性卵巢的病人 他只长到一个程度 他不大了 没有优势的卵泡 来继续长大 然后卵子才能出来 他没有办法完成 他就停止在那里 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现象 这个呢就停了 这个叫郁 郁了以后就会化热 在我们中医的观点里面 它就化热 它跟一个化热以后 因为它郁就打不开 这个就是跟肝经有关系 它不能够完全成熟 跟肾经有关 它没有办法转动 使我们这个一个身体里边 它是有一些激转 比如说我们肝阻书肌 它是有开盒 这个卵呢 就好像这个门不打开了 它不出去 所以在早期的西医治疗呢 对多囊性卵巢呢 它是把这个卵巢呢 上面给它做了一个气形切开 以后呢 就让这个卵可以拍 它就不用开门 它就都可以拍 因为它门把它打开了嘛 但是呢 一段时间以后 它又会闭合 所以这个开盒只是短暂的 那么一闷住了 以后它就热了 那么所以它就会火气大 然后痘痘就长出来了 你必须把它 第一个 当然这个门要打开 那当你这个门不打开的时候 你这个整个身体的动态就不对了 对我们来讲肠胃就是皮身胃胶 所以我们的身体能够转动 营养能够被我们消化吸收排泄 这是一个动作 那当你这样子发生困难的时候 你 人就会发胖 所以呢 多囊性卵巢的病人 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叙述 叫做痰痰子磨病子宫 也就是说 这个痰子停留在了我们的子宫 使我们子宫生病 所以它越境就不来 这是古人的对这个病的描述 那么如果说 我们可以通过 把它打开 用吃药的方法 让它能够软子有好的成熟 它必然跟肾有关 跟肝有关 跟皮有关 这跟这个三经是有关系 很多很多的研究 也发现了 我们在这种现象的时候 我们卵巢的血液循环也是不好 所以它会产生瘀 瘀 瘀 所以你要通 要立 然后让这个卵 能够做一个好的排泄 徐医师我有个疑问 就是说 如果譬如说 它这个月 它排了卵 然后形成很多卵泡 但它不成长 它可能就累积在卵巢里面了 对 那它到下个月 它还会再形成新的卵泡吗 所以我们诊断 超音波里面 有十个以上的卵 堆积在那里 它是半生不熟的卵 你看 这是一个正常 有小的卵母细 慢慢长大 然后长大到这样的时候呢 它不出去了 那多囊性卵巢的病人 它就不能够走完这个行程 所以我刚刚的想问的是说 如果它这个月不能走完这个行程 它产生多囊在卵巢里了嘛 那它下个月 它还会有正常的一个 这个卵子排出形成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正常应该是这样 每个月都每个月 那它不是累积越来越多 那卵巢怎么融得下这么多 这些不成熟的卵泡 它会自肥 它会自肥 它这样慢慢的会自肥 也会被我们人体吸收 因为我们的卵泡 要不要开手发意 要不要启动 完全靠我们的脑下垂体 脑下垂体发下指令 FSH跟LH 所以多脑性卵巢的病人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以外 它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FSH跟LH的比是不对的 通常呢 正常人我们FSH跟LH 大概差不多相近 也就是说在月经来的 第二第三天检查 它是这样 如果是多脑性卵巢的病人 因为你有很多的卵 它的黄体不能好的华语 所以呢 它的黄体LH会升高 它是FSH的1.5倍到2.5倍 甚至有的到3倍 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其实平常如果想要了解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多脑性 除了刚刚您刚刚讲的那个表面 会有一些症状之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月经来的第二三天 就像您刚刚讲去做筛检就对了 去做检查 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其实大家有一个概念 月经来并不是表示一定排卵 有时候我们的月经是无卵性的月经 就是它没有排卵 但是它一样有月经来的这个动作 所以中医在治疗这个多脑性的这个症状的时候 是从您刚刚说的嘛 就是肝经啦 肾经啦 这个皮经去 三经去核治 对不对 应该是说 它也是会有 所谓的 每个人的个人的体质的问题的不同 基本上不开门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你就是不开门嘛 那不开门它也有可能是 因为它本来的肾气就是不足 所以它这个我们讲过了 这个卵是属于肾阴 当肾阴足 它卵才能大 大了以后要有肾阳来鼓动 要有活血的 要有动力 它这个卵大到一个程度以后 它才能砰出来 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 应该是给不同的药物来使用 这就是男生女生不同 所以说女生是情食多云偶振你的 它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会让你的情绪 如果说它有分泌出来了 但其实不排暖也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密乳数太高 它有可能月经来 也有可能月经不来 那它也会不排暖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 筛检以后 你是不是应该 它是因为到了这个该排卵的时候 它阳气不够 所以鼓动力不够 就是好像我们没有打风下去 它是火不旺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它有肾氧不足的肾氧 那我们补肾氧 如果是它前面的卵 根本就稀稀落落 不太成熟 它是属于肾氧不足 那你应该补肾氧 那补肾氧这里补肾氧 还是说它卵巢的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供应线不够 所以要需要 还有有很多便秘的人 它整个下腹腔的血液循环是不够好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带动 这些都需要去一个整体的考量 所以肾氧不足 肾氧不足 痰氏血液 我们是不是体内的水分太多了 锄流在那里不动了 我们讲的痰瘾子磨病子宫 还是它根本就气不够 所以它根本整个的鼓动力不够 所以在鼓方有用补中益鸡汤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名方 加上二层汤 像我们很有名的一个清代的一个艺家 父亲主 它就是用补中益鸡汤加二层汤 然后它那个时候 它没有讲是多囊性软肠 它是致肥胖人的不孕 所以多囊性软肠会造成肥胖就对了 因为你如果痰瘾在体内多了 你不是多了水分吗 就就是体内 水肿 不是它还不叫水肿 就是笨重 笨重 肥胖 而且大家知道 当我们胖的时候 现在医学里边来 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会认为说 当我们胖的时候 我们的脂肪 它会吃就是很多的荷尔蒙 出流在来 就skip住了 然后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用的就不够 如果是女孩子 她就是月经不正常而引起来的这个疾病的话 我们会比较赞同使用中医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西医对这方面的治疗 它一个这个病 它还会让这个胰岛素的主抗会增加 就是很多这种病人到末了 它会有几个疾病 一个糖尿病 一个是子宫内膜癌 它内膜会回后 因为它一直不来 然后FSH一直增加 然后内膜就一直增生 容易导致子宫内膜癌 我还记得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曾经碰过一个女孩子才十九岁 但是她有这个多囊性卵巢的问题 那她的妈妈呢 对医学呢是懂非懂 她认为女孩子月经不来 就吃什么 食物啊 是不是 对 好像一般大家都这样想 对对对 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食物汤其实它有它的危险性 食物汤它重点在补血 在补肝因 但是对于月经不来 或者是经痛 不单纯是这个原因 就像我们以前曾经提过 有的是子宫内膜异胃症 它经痛 如果你是血虚经痛 那当然食物汤吃了就好了 你是因为血虚所以月经不顺 你吃四五汤月经也会来 但是如果你是子宫内膜异胃症 而引起来的经痛 对不起 你吃了四五汤 只有食病况更严重 越来越痛 那就像这样 她妈妈呢 就女儿月经不来嘛 就吃四五汤 然后那女孩子就越来越 因为是多囊嘛 她男性药蒙越有 肚肚也长口臭 然后小便也很黄 然后便秘 那她觉得自己实在 吹不下月经了 就去看了西医的门诊 西医呢给她一咽荷尔蒙 然后就跟她讲 长一波一丈 就说你女儿是多囊性乱潮 她说所以月经不来 要吃病药 调经 病药吃了不是肯定月经来吗 她妈妈呢不能接受 女儿才十几岁 还没结婚 怎么吃病药呢 她就不吃 那后来呢 她女儿月经来了 哇塞 滴滴答答量多 然后又滴滴答答地不止 那她妈妈就想 这下不对了 就去看了西医 西医呢 就说那我们要刮子宫 因为你月经来不止 然后一长阴破一丈 你的内膜太厚 做了以后呢 那个内膜一检查 她说子宫癌 这么严重 子宫内膜癌 然后医生呢 就说 要把子宫磨掉 她想天啊 我的女儿才十九岁耶 然后还没结婚耶 然后你现在说 她子宫内膜癌 她说不 那我去看中医 到后来 是我们给她吃 中药的月经 调经的药 然后让她月经 比较规律 再检查 后来这个因素没有了 可是她也就这样 也就不来了 后来怎么样 我也就不得知了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今天是一个 未分的小姐 她有多脑性暖潮的问题的时候 用中医的方法 让她的月经规律 是OK的 但是基本上 我们还是不希望 她超过三个月还没 因为刚开始调的时候很难 超过三个月是什么意思 就三个月没来 就三个周期 应该有三个周期 就是我们每个月 大概28天前后几天 月经该来 如果说她已经有超过三个月 月经没有来 你就必须去注意 子宫内膜的问题 因为你不能糊里糊涂的 然后让病人走入危险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 这样讲 因为很多多脑性暖潮 病人会肥胖 所以会长痘痘 所以有很多是 因为长痘痘 发现多脑 是 有些人是因为想减肥 发现多脑 那有些人是因为不孕 检查才发现多脑 为什么呢 因为肥胖不是 多脑的必备条件 了解 在我们台湾呢 据统计 大概25%到30% 多男性暖潮的病人会肥胖 长痘痘 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 她如果男性荷尔蒙不高 她只是月经不来 她就想 不来最好 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 对不对 然后等到她想 结婚了 她才想到了 哇塞 我的月经这么不规律 我会怀孕嘛 对不对 她就开始看医生 那个时候才发现多脑 那么如果你是以怀孕作为前提的话 我倒是觉得 因为其实西药有很多的触排卵药 那多男性暖潮的病人呢 你一次触排卵药 他就排卵 问题是你可以 你是一个女孩了 那你还没结婚 你可以每个月吃排卵药吗 好像也不行 对 那每个月吃病药吗 也挺怪的 也挺怪的 因为你本来就是不排卵 再吃病药当然不排卵 所以还是看中医 不是为了生育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 中医不失为很好的办法 但是如果你今年已经三十五六岁了 我急着要怀孕 那我会建议你 应该西药的排卵药 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一吃 他把旧的这半身不熟的卵 不不不不 全排了 排了 再第二次再吃 他就有一些比较阳的卵出来 那在这个时候 受孕是比较容易 那这个是治好了之后 他就是整个好了吗 还是说 譬如说您刚刚说西药 是因为它排卵 然后把旧的那些卵泡排掉之后 也有新的卵泡出现 可是它之后还会不会有多囊的 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如果是 比如说吃了排卵药 那它下回还得吃 就是因为它 如果没吃就没一笑就对 对 那中医的治疗方法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它其实主要的是把这个门输机 打开 你要自己 就是要让你自己整个身体 能够运作 我们人是动的 所以呢 一个是你上下要动 我们刚才讲的皮身未降 是 一个是干净 开门 开门 这个要动 所以我们内外也要动 上下也要动 那你人才是动的 当你一旦门开了 你这个门 你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临床上 这个病人 他可以很规律的 三个月都有很好 那我们就可以停止不止药 在临床上 这种个案还不少 然后呢 它有可能 我们还有回头的病人 为什么会回头 这个病的病因到现在 有人说 他是遗传 可是呢 他妈妈总会生他吧 他的姐妹 也不见得每个都这两 什么原因 我是觉得 其实情绪压力 跟这个病的关系很大 精神上造成 对 我们人一旦 情绪压力紧张 会造成我们 智力神经的调节不够好 它又不够好以后呢 我们脑下垂体 我们情绪是会影响 我们的生殖系 这个脑下垂体的分泌 然后导致 你整个异常 所以多囊的现象 是一个标 而不是一个本 是 那我们在临床上是有发现 有一部分病人 把它治好了以后 他可能经过两三个月 都很OK 然后我们就 你就不用吃药了 我们药就停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病人 我们会用耳针 来调节他的荷尔蒙 让他自己正常 我们会告诉他 你要懂得怎么过日子 所以我说 如果女性少做一点事 多给男性 多一点工作机会 不是也很好吗 是 今天我想观众朋友 听到徐医师这么分享 其实也很多医师来 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 其实很多的症状或者是疾病 可能最先的一个起因 都是跟精神情绪有关系 所以也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我们尽量的 放松自己的心情 然后在平时呢 保持一个很好的运动 然后可以舒缓我们自己 我相信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今天非常谢谢徐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